改革开放以来 衣冠王国重新获得了新生 然而五十年代 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刚刚起步 百业代兴 人民大众对于衣着没有过高的要求 穿着非常朴素 如果对大众 六七十年代 由于左带的衣着 我的思想束缚 人们害怕谈美 也不敢去美 很长一段时间内 服装界成了中山装 军变服和学生装的一统天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 如今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穿衣标准 已成为历史 我们来帮助 我们来帮助 这两个组织的衣服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今晚比赛的第二项 泳装系列的比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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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泳装系列的比赛